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万虽然没有破 但是它仍然是耐心的去等待这一波突破 那么现在的话可以明确的说明现在的一个行情是没有结束的 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是一个短暂性的调整 在一个三浪这里去进行一波调整 而且的话它跌的也不是很多 对于整个大盘来说 那么我来看一下 现在比特币是在一个64,400美金的一个位置 我们从4个小时级别打开4个小时级别 打开你的MSID的一个 出现一个备离一个情况 4小时级别出现备离 放量出货 4小时级别出货 放量出货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调整 那么在4个小时级别这里 它是已经去击穿去试探这个布袋下轨的位置 那么这一波下跌指数有差不多有7000点的一个距离 那么这一波肯定是要爆一波的一个多头 因为多空比实在是太高了 达到1.5附近 就是1.5个做多 然后一个人做空 多了5% 30%多出来 所以说还是比较恐怖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必然会爆一波空 但是现在的话 一个好事的话 就是一个贪婪指数的话 它现在降低了 所以说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机会 给了我们更多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达到恐慌就更好 下跌一波 来下杀一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否有下杀的一个机会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是目前的话还是在一个 不能带轨的一个中上方的位置 而且的话它这一波的一个方量 没有出现一个方量下跌的情况 并没有去 虽然这个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 之前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顶部背离的一个情况 这个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顶部背离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多美金的位置就出现一个顶部背离 那目前的话它是否能够回到 只要它 不是跌破我们的一个五万八的一个位置的话 不能够日线级别的不能带下滚的位置 那么币啊 那这一波啊 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回调啊 不必去害怕 那么从整体的一个盘面来看呢 或目前的话还在一个上涨中道当中啊 并没有去下杀到我们的一个啊 距离我们的一个啊 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还有啊 差不多一万多点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的话 现在的话我并不担心啊 啊 我可能还会在下方啊去 去持有啊 去 再次去 控啊 去持有我们的多头啊 只要它再次杀杀一波啊 我必然会进行啊 去开这个多头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以太坊的情况 以太坊从整体的一个盘面来看的话 它这一波的一个杀杀啊 拿着一波的一个啊 调整那必然呢 它涨那么多回啊 那边每次都是要调整一下 你看 它是很均匀的这个以太坊对不对 很均匀的调整 然后又进行一波的一个下杀 又穷上去这种行情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成体的行情 它还在一个啊 4小时级别的话 仍旧是在一个啊 一个上涨当中 而且它刚刚去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又开始进行反弹了 反弹了 所以以太坊的话 我并不去担心 如果它没有计算啊 昨天的一个啊 一个低点啊 就是一个啊 4万3千 4千3百美金附近啊 只要没跌穿这个位置啊 短暂性啊 不会跌 有太大的一个跌幅啊 只要没跌破这个位置 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啊 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它是有一波 下下的比较厉害的一波行情啊 可能会回到3千多美金啊 所以说但是 这一波啊 仍旧在上涨通道当中 所以说我并不害怕啊 那么只要它没跌破这个4千3 它跌幅不会跌的很大 不会跌的很多啊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位置啊 4千3百美金 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你看 昨天啊 没逃顶的问题啊 没逃顶的朋友啊 还乱了啊 对不对 肯定是要被下杀一波的 那这一波啊 4小时级别 它只调整到啊 太子也是啊 只调整到4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反超一下继续降下跌啊 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啊 它还没下杀到啊 600美金啊 600美金 600美金是一个强制枪啊 这个太子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啊 如果再回调的话 到下方的位置 可以继续去进塔啊 那么来条币 所以我们也说过啊 多次说到它这样的感情啊 那么4小时级别的话 它说明这一波 它是有了一波杀杀之后啊 它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啊 短暂性的一个调整啊 短暂性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这一波调整的一个行情 但是它调整也不会很多啊 调整也不会很多 最多也是到啊 啊这个 230 240 附近啊 啊 230美金附近啊 240 230美金附近啊 但是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倍率 啊 放量出货的话 还是比较多了 放量出货还是比较多了 所以说这一波啊 啊 短暂性啊 还是要调整一波啊 去看一下啊 它在哪里 下方的位置的话 我是建议啊 是啊 啊 现在的话继续持有 如果它没有跌破自己的成本价 继续持有就行了 哦 太大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越波的一个情况啊 越波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来着一个下杀 你看 这一根放量出货啊 也是啊 非常啊 去 所有的币种都是出现一个背离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MACD背离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这一波下杀啊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跌了很多啊 仍然有机会进行反超啊 那我们的以太经典 以太经典的话啊 这个啊 出现一波的一个调整啊 就是一个啊 进场的一个机会啊 它是仍旧啊 才刚刚开始我觉得 啊 虽然它现在的一个调整啊 啊 难度啊 系数还是比较大呢 它调整了一波啊 那么 用量了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它来了一波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啊 等待它继续调整啊 等待基金的一个充足啊 反正现在也是啊 价格也是非常低啊 非常低 有很多币种的价格还是很低的啊 有点是很低的价格 那么我们的一个爱达币 爱达币的话 目前的话它是跌破了一个四小级别 来的一根下引线非常差啊 但是它是放量出货的啊 四小级别它是放了两个 啊 放了几根巨量进行下跌的啊 你看这根好这根啊 所以说它现在的话 啊 还在一个出货当中啊 出货当中啊 震荡出货 所以说爱达币的话 没有太多的一个行情 没有太多行情 啊 观望就行了这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狗币啊 狗币是出现了一波下下的一个情况 如果是短期你想赚钱的话 我不建议你去持有啊 短期想赚钱的话 啊 狗币是一个长期去投资的一个币啊 如果短期想炒一些赚点钱的话啊 啊 这个币是有点困难啊 但是你如果你想啊 去长线只有啊 去赚了很多的话 那么是可以的 可以 这个币的话 现在的话出现下下啊 继续观望啊 保持它出量呢 除了GP货啊 所以说这接下来的话 我们去我们的思路的话 还是继续持有啊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都是非常良好的币啊 都是很好的币啊 你看这些调整的话 都不是什么调整 都是不是什么大级别的调整啊 我依然是能够看好整个市场的一个行情的 现在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啊 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 能演的视频啊 大家想点赞加关注啊 去了解更多的一个点位 或者是在下方评论区去加入我们的电报群 那么 游戏的一个结束啊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 全靠演技啊 那么 欢迎大家订阅能源的频道 那么 很多市场上啊 很多鼓吹的人啊 那么 又开始进行下一轮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较量 所以说 灾难在市场上生存 必然 有它的答案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先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兄弟们